今夜最新的画面 入境的检疫期间渴望再缩短 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晚间出席了台北市旅馆工会活动的时候表示 他说目前入境检疫10天 接下来会朝着753来规划 也就是检疫再缩短到7天 5天 3天 甚至之后免检疫 时机点在一个月之后开始 那如果疫情没有特别变化的话 将会再缩短到7天 不过陈时中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台下其实也很热闹 因为立委蒋万安也来到现场 跟来宾敬酒寒暄 两位参选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同场将近 逐一敬酒寒暄 立委蒋万安14号晚间参加台北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活动 但仔细听现场背景音 未来旅游要开 商务要开 没有5天以内的检疫期 其实都很难 市委副部长陈时中正在致辞 两位参选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台上台下同场较劲 有没有互动格外引人注目 有有有 我先江委员一项互动都很好 江委员也是在立法院他有他的奴隶的一个方向 参选难免被拱选市长陈时中坦言有一点尴尬 强调现场只有做疫情战备 没有做市长的战备 出席活动就是为了要向旅馆工会喊话 这样要缩短检疫天数 目前入境检疫10天 接下来会朝753规划 检疫期缩短到7天 5天 3天 甚至到完全免检疫 只要疫情在一个月后没有特别变化 检疫期就可以再往下一个阶段走 缩短成7天 至于何时会开放入境旅游 陈时中这么说 那我说时辰很难用时间来定 但是我们确实有753的计划 就把检疫时间缩短 未来的泡泡怎么样来做 那自主的一个防疫的应变怎么样把它做好 把自主的防疫的应变做好 加上国内疫苗打得好的话 那开放的脚步就会快 开放入境旅游 5月恐怕还太早 入境旅游检疫期得缩短到5天内才有诱因 但陈时中说5天检疫就是一个关卡 会有两成的染疫者漏进社区 强调打疫苗的重要性 开放国门前 民众得做好准备 记者之间 徐兄明特别报道